世界豆漿大王 能够将台湾庶民小吃发扬光大的小摊车 可不可称为台湾之光呢 这家位在永和的世界豆漿大王 创立于民国44年 正式为名中外的永和豆漿的创始店 原本是由两个退伍老兵所经营的小摊车 但因为秉持着新鲜 实在活力多消的概念 加上其豆漿都沿选黄豆 经过一定时间浸泡再研磨制成 所以味道香浓口齿流香 活得了好名声 让原本的小摊车也摇身一变成了店面 只要是在地人都知道 永和豆漿原创店的高品质和好味道 所以即使早餐小吃店伶俐 许多人仍然不远前来 为的就是要一尝这原创的好味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